ok 好 剛剛麥克風有點問題哦 好 那 好今天我們又稍微難一點哦 好今天的主題就是read data 好今天我會講一個 呃只要用一個回圈 從外部讀data進來然後處理data 那接下來課堂上還會請各位做一個稍微複雜一點點的 就是你的這個要用矩陣來讀data 然後用兩個回圈 好那我們第一個範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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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上個禮拜我們講的這個面積的積分哦 我有沒有跟各位提到這個這邊有一個題目 理想氣體方程式 沒有提到 ok好上個禮拜齁其實 往年我都會請同同學課堂上來做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齁 是一個理想氣體方程式 但是 畢竟 理想氣體是各位國高中學的PV的NRT 那你在學熱力學的時候呢 那畢竟大學 我們要學比較接近於外面 這個產業界實際在分析問題的這些理論 你在分析隱形啊 或者是一些內燃機外燃機 裡面的一些 氣體的特性 應該99.99%你不會遇到理想氣體吧 好既然不是理想氣體一定會 好這邊是你當初在學 這個PV的NRT 為什麼這個等號會成立的一些實驗 當初 做這些實驗齁 只知道比如說PV是乘反比 然後PT是乘正比 這些關係是 最後等式要成立 一定要給他一個常數 這些不同的物理性質呢 乘在一起才會有一個等號在那邊 這叫理想氣體常數 好PV等NRT 但實際上呢 我們對於一個增值氣體的壓縮 他並不會是正好PV等NRT 好那PV等NRT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大家想像哦 好這個VP 好PV也可以啊 你這邊有一個圖 你可以發現 其實下面的面積就是單位 體積 你需要做工 這個應該是看一下哦 鋸掉 鋸掉 這樣講嘛 應該是要P放這 呃V放這下面比較好 這是P 比如說我畫一個很奇怪的圖 不是理想氣體 你這邊做面積的積分 就是等於說 你在對這個 氣體做壓縮的時候呢 每單位體積 你需要做多少的工 好那想必呢 他的體積 釋放之後呢 每單位體積 可以有辦法做多少工 也是從你實驗上面觀察到的體積 跟壓力這條曲線 而得到的哦 畫面沒出來哦 我還沒分享哦 好好好 今天怎麼 OK好 還有我們課堂上 不 不去操作 不寫這個程式了 那同學你就自己寫一下吧 你在學熱力學的時候 也許老師會教到這個 非理想氣體的壓縮 那你如果不會寫程式齁 好 你要去評估 他每單位體積 你去改變他 要做多少工 或者是每單位體積 經由體積的釋放 他可以對外做多少工 這時候你就 很頭大了 好 今天你如果會寫程式呢 會寫程式的 那你就 把這個 所對應的氣體哦 這邊立 秀的氣體應該是什麼 看一下哦 是CO2 好 CO2 二氧化碳 P跟V的關係呢 就會 這個P就會多一項 體積也會多一項 那最後還是讓他等於NRT 那不同的氣體呢 各位可以看到 想必他的A跟B會不太一樣哦 好這時候 你如果想要 看一下P跟V的關係 那當然你就把這個式子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P 等於 這樣的方程式 來那同學會不會 把 把什麼V跟P的圖畫出來 對各位來說 對各位來說 現在應該非常簡單哦 好當你寫完這個程式的時候呢 你還要去思考一下 有些跟程式無關的哦 跟這個題目的物理意義有相關哦 各位要注意一下哦 看一下 V減掉NB 好V減掉NB 事實上是非理想氣體 體積的修正量 你帶進去的體積 減掉NB 可不可以是負的值 或等於0 不行哦 所以有些問題哦 是你寫成是數值上的問題 當然你可以用任何的數值帶進去 好可是呢 你帶這個值雖然有答案 但是他不符合物理依據 這樣也不行 所以做這些數值計算 吼 通常會聽到一句話哦 叫做Gabbage in Gabbage out 你把垃圾放進去出來 還是一樣是垃圾 他背後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你放進去的這些數值呢 要能夠符合物理上面的理論 或是依據 你不能隨便拿一個數值 雖然 呃這個數值模擬 經過你的程式運算 一定會給出一個東西 但是你帶進去的這些data呢 不符合物理條件 你出來的東西 你如果沒辦法 沒有具備這些物理知識呢 出來其實是一堆沒有用的垃圾哦 好 有興趣的同學 你自己去去操作啦 想必 你現在有辦法對一個比較複雜的方程式 他做的工呢 給 把它給積分出來 好 今天 我看一下這個 好規限 來 來 同學請你先打開這個東西 上個禮拜 download之後應該會有這些data 現在同學有沒有辦法把這個data讀進來 好 第一個範例我會講解我們的程式嘛 第二個稍微難一點哦 又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想要處理更難的 這個今天的homework呢 就就是從這邊 成績 四科的成績 然後這邊應該是有一萬個學生吧 一萬個學生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讀成大 我們大一的時候有一個全校 考為積分 那時候 七八千人吧 一起考 前幾名好像還有 蠻不錯的獎學 那個獎金哦 成績的統計重不重要 我不曉得 臺灣的大學好像近十幾年才比較重視這件事哦 通常哦 學生就業之後 學校很難去追蹤到 好 但是就一個 國家 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 那些 高層次的官員 他們很希望說你在大學的表現出來的成績 跟你日後 事業的表現 可以做一個有效的分析 好 所以現在很強調去追蹤 從 比如說從中山大學畢業的校友 以後 在職場上的表現 跟他 在 大學期間每一科的分數 之間的關聯性哦 啊 現在 也很重視 校友 可以捐多少錢給學校 這以後大家功成名就了之後 記得 要捐錢給中山大學 捐的時候記得 撥一部分到我的實驗室 指定捐款 好 其實對一個學校的發展齁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 重要的這個因素 去分析學生 在大學的時候 他的每一科 這邊應該有很多科吧 你大學的時候修過應該 五六十門 有沒有這麼多 每一科的成績對你日後 比如說你的薪水啊 每個月的薪水 或是從事哪一行業 現在反正機器學習 會幫你做這樣的分析齁 好 那 你要做機器學習 你一定要把DATA讀進去 好 你用C來寫這個讀這麼大量的DATA 其實齁 還需要花一些 時間跟精力哦 才能去把你的程式 對於這種機器學習的 這個DATA的格式呢 去完全符合他的要求 把DATA輸進來 那 啊Python為什麼 近幾年一直在 在不同層次的排名 衝這麼前面 前幾天 我看好像是排名第一了吧 好 因為Python 他把很多C語言 或是其他層次語言 很複雜的部分呢 寫了很簡單的介面 好 然後還有非常多不同領域的人呢 他會把他自己寫的這些層次碼呢 跟Python做一個接口 好那如果 呃你對寫層次有興趣 那你不想要 像用C這樣這麼複雜吃力不好 不討好 雖然運算速度很快 那我建議你就學Python 因為Python 最後用到別人的模組 背後這些模組 還是用C寫出來的 哦 那號稱 齁用Python去呼叫這些模組 運算的速度 跟他這個用C寫的版本呢 已經非常接近了 大概到八九十趴吧 如果你對這個 處理Data的期限呢 沒有特殊的要求 比如說 你這個 最後運算的結果呢 需要在一天達成 那你用Python 可能要兩天才能達成 那用C的話 可能一天就 就算完了 你沒有差這一天的話 那那你當然可以學Python 如果有些任務真的非常的嚴格 要求你一定要在一天內完成 那可能就要用C來做運算哦 好 我們先來這一個啦 然後看一下 好 請各位打開One Dimensional Array 好 One Dimensional Array 好 大家既然拿到Source Code啦 我們 考完期中考 接下來就是 讓各位訓練基本功啊 改這些層次碼了 好這個 請各位同學打開 好打開之後你要對他做處理 而且處理完的Data要對他做輸出 想必你一定要開檔案 開一個是讓你可以讀Data的 一個是要能夠把 你處理完的東西寫出去的 這邊就對 其中考前的東西做一個複習哦 這兩個在宣告的時候 誒同學記住哦 你在宣告的時候要打一個信號 讓Compiler知道 你現在這兩個東西是一個指標 但是真正在運用的時候 這個信號就不要打囉 新打信號會有另外一層的意義 我們之後會講到 好你先不要管 你的層次碼也許會看到 在層次碼裡面打一個信號 但是 西語言裡面 你在層次碼裡面打信號呢 有另外一層的功能哦 好宣告跟 實際上去用這個指標 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好直四行 我們把這兩個handle呢 看一下這邊應該可以並排吧 好品牌 我們要看這個 好十四行今天 如果你運算出來的data呢 還希望把這個handle給寫上去 那當然你就要把它給讀進來啊 好 那你如果 你的西語言呢 不在乎這兩個handle是什麼 只不過你在input的時候呢 提醒人家 這個data是什麼樣的屬性 或是物理性質 那當然你handle就可以跳過去了 不用讀進來 好日後呢 那如果你自己寫程式 要讀一些材料參數 比如說各位 我很建議各位 以後去學有限元素法 或者是 或者是什麼 計算流體力學吧 有沒有老子 在開這門課 Fluent 雖然是用這個 這個使用者的介面在 滑鼠按一按 但是他背後呢 都有非常多的材料參數 讓他去讀 好那如果齁 你今天去一個公司 要用 比如說 ANSYS 做有限元素法的計算 那你的上級 告訴你說 你要 把這個材料 在不同壓力下的 變形行為 分析出來 這個壓力呢 我總共有 比如說500個好的舉例 那你要怎麼做 好那當然 有人 就在那邊用手來點嗎 點500個case 那你點完500個case 可能好幾個月了 好那今天 你 大家以前學識語言 應該不會像這樣下面例嗎 對不對 今天哦 如果你是遇到 要一次做500個case的話 你要 用這種介面 用手去點 可能要花費 非常多的時間 那今天你會寫程式 比如說 你會用 python 或者是用pearl 我們實驗室比較用 習慣用pearl 做這個 流程的管理 跟處理 你就可以用pearl 或python 去控制 ANSYS 後面的 這個 input的檔案 每改變一個input檔案 就用這個執行命令 去執行這個ANSYS的job 你是不是可以很簡單的 外部寫一個回圈 做500個case 讓ANSYS的這些資料檔 去改變他的數值 然後run 500個case出來 這時候你就不用用手去按了 OK好 來 這個舉證齁 我們都用過 所以我也不再多講了 那舉證就是把同樣 性質的data呢 放在一起齁 然後宣告 好 啊我這邊用到當然宣告嘛 對不對 然後想要讀檔案 好handle 這邊有100個 0到100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從這邊把它scan 進來 把它放在 RAM裡面的位置 好把data讀進來 這應該很簡單吧 好 我這邊還有寫了 因為往年有一位同學問說 老師 我 不喜歡 這邊宣告 1萬個 可不可以自動讓程式 去看有多少個 就自己去算 好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那年我有寫了一個 但是 西語言 我遇到的case 他寫完之後 都會做一個層次的宣告 比如說他的層次呢 在處理的case呢 小於1萬 如果大於1萬的話 這個層次就需要自己去改寫 好 他背後隱藏的資訊就是告訴你西語言呢 在處理這種任意的input檔的個數 有點麻煩喔 有點麻煩 好那你可以怎麼做 好比如說 我這邊舉證 就是開 1萬好了 最後這邊100 你不想 每一次都去改這邊的值 那你可以怎麼做 阿同學 我們不是可以讀data進來嗎 我們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強迫要求你的input檔應該長這樣 第一個跳過 然後第二個 你讀一個數字 到時候這邊 是不是就填這個 你讀進來的數字就好 你就強迫要求要用你的程式碼的人 最多可以準備1千1萬筆data 然後呢在這邊 這邊要能夠把 你讀進來的筆數呢 要強迫他寫出來 那我們這個沒有這樣做 等一下 好 好我這邊是固定鞋子的喔 這邊100筆 那我只是跟各位講 可以這樣子來修改 那你就自己修改一下吧 好 我們來執行一下喔 好 執行完之後呢 那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邊輸出是什麼檔 Grade out Grade out 在這邊 OK 好 長這樣 現在我當然是很無聊的 把他 圓圓圓 圓翻不動的輸出 來 請同學 第一個挑戰 請你 把原始的成績 開根號乘上時 輸出來 但是要保留原來的成績 在原來的成績 後面 在寫上 開根號乘上時的 成績把他給列印出來 好 同學請你就這個程式碼 去修改一下啦 好 這程式碼各位都有嘛 那你就用這個來修改啦 好 開根號乘這樣子 讓你 就要 製酒 這邊已經幫你掛在豪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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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只能把最后运转的值放在这里 因为他最后在写的时候没有运转的功能 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 某些程式语言你在输出的时候 这边有运转的功能 比如你先给一个字幕开灯号 他会开灯号完再输出 有些程式语言你在输出的时候 这边只能把你想要输出的值 你不能在这边再加一个运转的功能 在这里 有同学喜欢在这边开灯号成长值 你也可以另一个变数 把这个开灯号成长值 运转完之后 输出这个变数 有些程式语言是在输出的时候 是没有运转功能的 所以看你喜欢怎么写 反正程式语言 你写到最后就是由你自己的风格 你就成功了 那你绝对吧 你喜欢什么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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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か 好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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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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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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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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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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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能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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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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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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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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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